兄弟们啊 今天挑战一下在越南街头一千块钱可以买个什么东西啊 老板娘嘞 老板娘 来我买东西了买东西了 怎么啊 我这个客人你怎么不开心啊 每次来客人 你一天天来啊 你说介绍人 介绍朋友 没有看到别的 你有你一天天了 明天给你介绍朋友来买东西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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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你这小卖部里还有啥 我买点东西啊 一千块钱能买点什么东西啊 一千块钱啊 去那个小卖部买什么什么就开始赶客人了 就是在你这里一千块钱 就是高地能买点啥 能给我点啥 真是买一个妈妈汤 一千块钱啊 在一千块钱什么都买不了 再加 再加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再加点 两千块钱 再加一共三千块钱可以买点什么 哦 三千兄弟们啊 一万钱在越南可以买点什么 哇 三千越南队啊 三千越南队只能给买一个香蕉 是吧 该说不该说的越南的物价还算挺贵的 兄弟们 这一个香蕉八九毛钱啊 三千块钱 在这边是不是三千块钱确实是买不了什么东西啊 所以说嘛 在越南并不是说你拿个 就是你有个几十万上百万就是千万富翁百安富翁了 但是它的物价也是消费很高的 我怕被你活了